在科技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,人们时常因为忙碌的工作导致身体素质下降,缺乏锻炼和饮食健康是最主要的元凶。 近日,泰国商业部开启有机生活日活动,呼吁广大民众加入低碳有机生活行列。 商业部发言人表示,低碳有机生活应从身体锻炼开始,每天适当地进行运动,能够提高身体素质,促进系统血液循环,消除疲惫,释放压力。 再者,健康饮食同样不可忽视,提倡民众尽量少喝碳酸饮料、酒等刺激性食品,应该多吃水果、蔬菜、粗粮等天然绿色食品。 泰国一年四季天气炎热,冰冻饮品成为永久不变的主题,人们喝饮料、啤酒、矿泉水时都喜欢加冰块,这样的坏习惯严重影响肠胃及女性健康。 几年来,女性子宫疾病患者增多,其中部分是由于长期饮用冰冻饮品,对子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,进而衍生出其他疾病。 另外,泰国人民喜爱吃油炸食品及甜品,肥胖者数量每年都在增长,高血压、高血脂患者也越来越多。 据调查研究显示,淀粉类食品在超过120摄氏度高温的喷条下容易产生丙息鲜胺,是一种可致癌物。 偶尔食用油炸类食品对身体的危害并不很大,长期食用就是一个毒性累积的过程,应避免长期食用。 泰国人面临的健康饮食问题不容忽视,泰国商业部建议人们从日常饮食习惯抓起,多食用天然有机食品,尽量少吃油炸、碳酸、含糖量高以及冰冻食品,拥有健康身体才是一切。 东盟卫视、MGTV记者刘星云、高东东、泰国曼谷报道。